Hello大家好 今天我要分享的东西呢 可能跟我平时做的视频内容呢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但是最近呢 因为我跟另外一个YouTuber 一起拍了一个聊天的视频 这个频道的名字呢 叫零下56 他们呢是比较专注于 加拿大移民这一块的 我就是过去聊了一下 我自己在加拿大的生活 然后有很多朋友呢 就是看了那个视频之后 就到了我这个频道 然后也给我留言 我也收到非常多的私信 这里呢就是要声明一下 因为我并不是移民这方面的专家 然后对移民这方面的了解也不多 所以很多问题 其实我并没有办法 很好的去回答 我还是建议大家去咨询一下 专业的移民顾问 然后今天我想要拍这个视频的 主要原因呢是 因为那段视频里面 我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 我普遍觉得是没有什么干货啊 我觉得也是啦 因为在我收到零下56的邀请的时候 我是去他们频道去看了一下 发现采访的大部分人物呢 都是有很有故事 然后他们都有自己的奋斗事 而我就是现在就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家庭祖父 而且我当时出国来也不像说 就下面留言说的是 就是以自己的能力过来的 我当时是我父母把我送出国的 所以可能就是没有引起大家很大的共鸣 其实当天呢 我跟东南是聊了非常非常久 可能是因为之后有各种不同的考量 所以有一部分的谈话内容呢 是被剪辑掉了 那我自己后来回想一下 我觉得有几点 我还是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对我来说 目前我这几年最困惑 也是最烦恼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父母养老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呢 在我身边的朋友中呢 就是大家都都很困扰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呢 大部分都是跟我一样 就是从小就过来 可能就是高中毕业就过来 然后一路留学 然后最后留在加拿大成为移民这样子 因为像我来加拿大也已经20年了 我其实是非常习惯这边的生活习惯 然后我在这边有自己的家庭 不能说有自己的事业吧 但是也有这边的比如说会计指教 在这边找工作也是会非常方便 但是像我们的父母的话 他们虽然说偶尔会过来 就是短住一段时间 但是我觉得如果让他们长期住在这边的话 养老的话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这个生活品质其实是下降的 因为现在国内的生活水平也非常高 很方便 我觉得对老人家来说改变不仅仅是语言上面的变化 还有整个大环境的变化 而且在这边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他们不像我们一样在这边待了很多很多年 然后有朋友 有自己的社交圈 他们来这边之后 可能朋友认识要从零开始 可能有一部分朋友会觉得说 爸妈过来 就是帮我们带带小孩呀 做做家务呀 给我们减轻一下负担呀 那是应该的 但是我觉得 父母就是辛苦了一辈子 我觉得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我希望我的父母就是能够 不要顾虑我们这么多 不要顾虑就是下一辈这么多 就是自己有自己的生活 可以跟他自己朋友出去旅游啊 干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 而不是说一直想着说 我今天要帮他们做饭 我今天要帮他们带孩子 就是以我们为中心这样子去考虑问题 我反倒希望他们就是多考虑考虑一下 他们自己的生活 可能人的感悟现在不一样了吧 特别是现在COVID这种疫情的情况下 我觉得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在下一秒 就是发生电话 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希望 就是他们能够享受一下当下 其实像我们中国人这个传统了吧 我觉得我们的长辈们都非常有自我牺牲的精神 怎么说反正是想要他们多考虑考虑一下自己 其实我之前也有说有考虑过说我要不要回国 其实我到现在是移民的身份 我并不是公民 我没有去申请公民 我是够资格的 但是我就是有一层考虑 我想说以后万一就是我父母可能在这边不太适应 他们想要回国待着 然后我又有需要要去回国去照顾他们的话 那以一个移民的身份回去的话 会比一个公民的身份回去要方便很多 这算是我一个一直没有申请公民的一个顾虑之一吧 其实我觉得我们家算是比较幸运的 因为像我们双方父母现在都已经申请移民了 当时呢正好是就是移民局就是让你去抢名额的那一次 那次的话我们都是很幸运的都抢到了名额 然后自己给父母准备的移民的资料 递上去之后呢 虽然中间有一个COVID 可能就是时间上面有延长 但呢最后都是很顺利的批下来了 所以他们现在其实都是有移民的身份 这点呢其实非常方便 比如他们想要过来住多久 或者他们想要回国住一段时间 都是可以的 我不知道镜头前面就是 有多少朋友是移民过来了 有多少是还没有移民过来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有 就是父母养老这方面这个的顾虑啊 我自己到现在还没有一个非常说 非常完美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因为你说让我去放弃这边的生活 然后回到国内从零开始的话 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因为不只是我一个人啊 而是整个一个family加上孩子一起回去的话 我觉得 要考虑的东西很多 所以我非常敬佩那些能够放下国内一切 然后移民到加拿大从零开始的那些朋友 所以我当时收到这个 采访的邀请的话我就是还蛮惊讶的 我觉得跟之前那些被采访者的相比起来 我这个真的是 没什么 我的人生可能对跟他们比起来 可能太过于顺利了 这样我想在那个采访视频下面有一个人就说 我看起来就是家庭条件就是应该是不错 然后养孙处优 没有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的那种 当然这里啊我不否认 我的确我觉得我一生下来还是挺平顺的 当然中间也是有一些高高低低起起伏伏 这人生难免的 但是我觉得总体来的话 我觉得跟很多人比起来 我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幸福 不过我比较不赞同就是有评论说 说我这条件很好 然后也没有努力过怎么怎么样的 我觉得每个人看那个事情的这个角度是不一样 比如说同一座高山两个不同的人去爬 一路上都是很辛苦 到山顶的时候都是非常的疲惫 但是其中一个人可能会说 虽然经过了这么多辛苦汗水 但是我最终还是爬到了山顶上 所以之前经历过的并不算什么 因为都已经熬过来了 可能另外一个人呢 就会比较注重这个比较艰辛的这个过程 就是我在这边又受伤了 我在那边摔倒了 到这边最后啊 我经历了多少多少痛苦 但大家focus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 去做努力 其实不可否认 每个能出国留学的朋友家里环境都不会差 但是你不能一句话去否定别人说 你看起来就是没有努力的人 身边的很多朋友 我觉得他们都在很努力的过着自己的生活 很努力想要给自己或者家人 为自己的爱的人去付出 我觉得是很值得去 去肯定他们的 所以我非常不赞同就是有些人 可能你看到的只是一部分的表象 然后你就用一句话去否定他整个人 或者他的人生 我觉得这样很不公平 OK到下一个topic 回到这个移民的这个话题上面 当时呢就是东南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就让我对比一下中国跟加拿大 我那时候就犹豫了很久很久 我没有回答上那个问题 然后当时给的理由 那我是说 我觉得我没有在中国生活过 就是真正的生活过 因为像我高中毕业的话 我就已经出国了 你在学习 在上学的那段时间 你的学生生涯 其实是非常幸福的 你根本看不到社会的一些现象 或者是你当时也根本就不懂 然后我对祖国的印象呢 就是好山好水 然后呢就是有很多作业 很多考试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我觉得要真正能够做出一个 比较有说服力的一个对比呢 就是需要去参加工作 就是走入社会吧 因为校园里面的生活 还是相对比较单纯的 当你走入社会的时候 你才会对整个大环境 有个更好更深刻的一个认识 像我在这边呢是有工作经验的 而且我也换过不同种的工作 像我之前有在餐馆打工啊 麦当劳打工啊 有在Wendy's当过 assistant manager 像当时的话 也是需要早上五点钟去开店 然后就是在冰水里面洗菜那种 然后到后来呢 就找到一些跟我学习相关的 一些会计方面的工作 一点一点呢 积累了工作经验之后呢 然后再去更大更好的一些公司 去申请更好的职位 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 慢慢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其实我知道很多想要移民的朋友呢 都是想要知道说 在加拿大跟在中国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这一点呢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给大家答案 因为即使我在那瞎说 可能也是完全没有说服力 因为你没有生活过 你也讲不出什么实质的东西 我唯一能讲的只是我在这边的生活经验 但是在国内的话 完全没有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可以 可以说就是教育方面 因为我自己就是在国内 那个教育体系出来的 然后现在呢 我有三个孩子 像我们家老大已经14岁了 他现在在上初三 如果对比国内跟国外的教育的话 基于我自己的经验 我还是更喜欢这边的教育方式 我觉得这边的话 最主要是以能力 培养每个小孩子的能力 然后呢 给予很多的鼓励 其实之前在国内的时候 就会经常会听说 哎呦 国外的小孩子都是 小学 都是在玩一样的 感觉他们不在上课 就是在玩 我之前一直这么以为 直到我们家老大上 Kindergarten 上小学之后 有的时候我就翻他的座椅 去看 我觉得他学的东西 真的还蛮多的 就是比如说像小学生 他们都会给一个project 比如说像我们住在Alberta 就让他们去 踩一下Alberta那些river啊 然后去做一个research 那个river是一个什么结构 然后里面有些哪种石头啊 然后他们水质是怎么样啊 资料都要他们自己去找 最后呢 在班上面去做一个presentation 这个在国内我们起码在我那个年代 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的 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很多都是死记硬背 而我自己呢是非常讨厌那种死记硬背的那种东西 而且在国内我觉得那时候有点打压式的那种教育吧 就是你一定要成绩好 然后你成绩不好 你在班上就 你的不是之前有我们学校是有那种学号 比如说你一号 一号的话就是全班成绩最好的 比如说班上有63个人 你的学号是63号的话 他说你成绩是最差的那一个 我觉得这个啊 我觉得这个是不太不太好的 这边老师呢就及时给予那个小朋友一些鼓励啊 关怀啊会及时跟老师沟通 而且如果你碰到好的老师的话 他就是能够观察那个孩子 就是告诉你 你的孩子可能哪方面特别强 或者哪方面稍微弱一点 你该如何去帮助哪个孩子 你该如何给他找一些他感兴趣的东西 像这边是从Killer Garden 也就是国内叫做学前班开始 他们的课外作业呢 看似没有 但其实是有很多的reading 比如老师要求你回家去读什么书 像我们家老大之前他们学校会买一个app 专门读书的app 然后每一个小朋友会有自己一个ID 你就回去的话 你就是去log in 然后去跟着app 然后去读这样子 这样其实他们慢慢积累的那个词汇 那是非常非常多的 然后国内呢就是教育方面 可能就是父母需要投入很多 但我自己感觉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懒的妈妈 像我自己其实并不是很在意 我能家老大的那个成绩学习成绩 我觉得每个小朋友都有自己的天赋 都有自己的特长 你成绩好呢 并不代表所有 但是我并不是说你成绩可以越来越差 我是觉得你就是要对比你自己跟自己比吧 就不要跟其他人比 像开假场会的时候 那个老师经常会问我 你有什么问题吗 你对他的成绩有什么想法吗 我经常就跟老师说只要他跟他自己比有进步 我觉得就是OK的 如果是在国内我觉得这种拼爹拼妈 虎妈这种就少不了 我觉得在这点上我不太适合在国内当一个家长 我可能更适合在这边当一个放养型的妈妈 虽然我刚刚讲了这么一大堆 但是呢我也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我并不是说随随便便让孩子去上个学 或者完全完全完全不管他 也不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首先是要给他选一个好的学校 当然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以内 这边很多也很多私立学校也很好 但是我觉得私立学校就完全不在我的选择以内 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送我的孩子去私立学校 那在公立学校上面我们就是会选择排名比较靠前的这种公立学校 然后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区呢也是被称为所谓的学区房 我觉得学区房学区房呢在世界各个国家都还蛮流行的是吧 它有它存在的一个道理 为什么这里的房价就是比其他地方要高一点 然后这边学校比较好 那肯定是因为住在这边的人的关系 因为你会选学区房 说明你对孩子的这个教育方面还是上心的 还是比较注重的 然后呢我觉得去同一个学校的孩子们的家庭背景啊 就是比如说收入啊或者是父母的职业啊 是在上面都不会相差的是特别大 所以在小孩子处朋友这方面 我觉得会比较放心一点 像我们古话所说的进朱者吃进末者黑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 所以给孩子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呢 我觉得对他们之后的交友 还有后期的那些性格的一些发展啊 然后兴趣爱好啊 我觉得都还是蛮重要的 特别是孩子到了初中之后 朋友就是对孩子的影响呢 就是变得比父母的影响还要更重要一些 基于这方面的因素呢 我在这边呢也是会选择学区房 把孩子送去 所谓比较好一点的学校 其实我觉得这边的公立学校的老师呢 其实都很好 起码我接触过来的都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我觉得在不同学校的老师呢 他们也是会受环境的影响 像这一次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我们上网课我就体会特别深 因为上网课的时候 这个老师不一定就是说他们学校的老师 有可能是其他学校的老师来上课 那因为我们家老大可能当时刚开始上网课的时候 可是智子里比较差 可能会有迟到早退啊 或者是作业方面有些问题 那他的班主任呢 就是立刻就是察觉到这些问题 然后给我写email 跟我反映这种情况 希望我们能够更共同监督他 这样子 然后后来呢 就是到了开家长会的时间 就像之前的话 我并不是说会每一课都去book 就是跟老师去聊 但是那次的话 因为我想要更了解一下 就是因为上网课这段时间 我女儿的表现 我就把主要的几门课呢 全部都book了 然后跟老师这样视频或者电话这样聊 我自己深刻的体会呢 就是我女儿那个学校的老师 他们都普遍就是比较认真负责 你问他什么问题 他马上就能够告诉你啊 这个学生他的一些优缺点 也可以跟老师就是讨论一下 像学校跟家长之间 如何共同努力去 给孩子一个更好的鼓励啊 然后督促他呀 但是换到另外其他学校的老师的话 我明显感觉回答问题的时候就是很笼统 就没有那么有针对性 我后来是觉得 为什么学区房的学校同样是公立学校 然后老师的条件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那为什么这个学校就会比较好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就是家长的关系 因为家长对这个学校重视 然后他会经常会跟老师去沟通 那老师也知道家长的一些诉求 那他也会更上心 不能说家长过去跟你问学生的情况 一问三不知这是不行的吧 所以我觉得一个老师的负责任的程度呢 在有一定方面呢 是跟家长和老师的互动呢 是成正比的 其实想要对教育方面就是了解更多呢 我其实推荐大家去看一下零下56 就在我之前的那一个访问 那位大哥呢 其实我很早之前我就认识他了 当时看到那个视频 我还说哎呀我认识 因为我刚来Kalger的时候 就加入了他的 他组织的一个家庭活动群 他经常会组织大家去爬山啊 然后对各条线路 爬山的线路他都非常了解 然后我也见过他的孩子 我觉得他是一位教育孩子非常棒的一位爸爸 那我很佩服他 我非常建议大家去看一下他的访问 OK这就是我想要对当天的采访呢 就是补充的几点 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 有没有一些干货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 OK就这样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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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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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